右邊講喔 右邊 右邊大哥喔 右邊大哥 認真聽話 啊 為什麼啊 其實講真的 我已經入圍幾次了 第七 第七次嗎 反正就有七次了 所以我已經很習慣這種感覺了 現在我真的覺得 It's OK 重點是我紅毯的禮服 大受好評 大家都說我很美 這樣就夠了 但是我比較心疼的是派翠克 因為他難得就是入圍金鐘獎 然後卻也沒有得到 但是節目還是會繼續做下去啊 未來還是有機會的啊 反正無論如何 我就是要看到派翠克得獎 走上台講感言的那個畫面 對 在我拿到之前 你都會一直在我身邊嗎 你是說一直在你身邊 就說Everyday Every Thursday maybe 我們禮拜四錄影 不好意思 入圍其實就是肯定 有沒有想說好 那之後再多開幾個節目 沒有要多開幾個節目 我就槓上小姐不吸地了 我就不盡得不到獎 如果明年入圍了 但還是得不到獎 我覺得可能就是搭檔的問題 哦 你千萬不要這樣怪你自己耶 輸給那個順哥 PonGo還有可莉姐 我覺得心服口服 因為他們畢竟都是長輩 而且PonGo真的很長輩 因為PonGo能夠主持的時間步上 哎呀話不多 話不說滿 就是這麼長輩的長輩 他們還可以做出這麼好的節目 說給他們我心服口服 欸 S姐 好可惜喔 要不要講一下 其實講真的 我已經入圍幾次啊 第七 第七次嗎 反正只有七次啦 嗯 所以我已經很習慣這種感覺了 就是期待 然後最後就 哎沒得 所以現在我真是真的覺得 It's ok 重點是我紅毯的禮服 大受好評 哦確實 對 這個對我來說很重要 而且 瘦身成功 就大家都說我很美 這樣就夠了 是 但是我比較心疼的是派翠柯 因為他難得就是入圍金鐘獎 是 然後卻也沒有得到 對 我比較常知道他的心情 我的心情嗎 我覺得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 因為這雖然說是我第一次 然後 我當然覺得入圍 你看我 你看我坐在第一排 都是我 從小看到大的 看電視的這些傳奇人物 我覺得可以 紅筐第一排 我已經很開心 可是唯一一點難過 是因為我覺得 你沒有得到這個獎 我還好 我得過啊 是你比較難過吧 好啦 我是為我們的製作 team難過 我覺得我們大家是一個很好的團體 如果我上台的話 我可以好好感謝他們 但 我等一下就是私底下感謝 如果你上台的話 你要感謝什麼 我要感謝非常多人啊 那現在比如說 可以嗎 有機會嗎 現在現在 就是因為我覺得東森的那個長官 就是願意相信我一個 就是出出茅廬的這個 這個小屁孩 然後我覺得蠻開心的 然後呢 也謝謝泰坦星的那個老闆 我的老闆 B2哥跟Max哥 然後還有我覺得 我們所有工作人員都很辛苦 每天寫企劃 還有後製 最容易被忘記 對啊 我就覺得很可惜 沒有感謝到他們 然後我家人今天也有來 哇 沒有拿到 我媽也有來 欸 講到這個 你知道我媽媽剛剛密我 說 說 S的媽媽告訴我說 你媽媽覺得我很棒 對 我媽覺得你很棒 然後她跟我媽媽講 所以你們媽媽在後面有聊到天 對 對 所以哇 就是受到那個 許媽媽的祝福 也是蠻開心的 還是有朋友說 你紅毯第一枚耶 有 大部分都是說 紅毯第一枚是我 可是也有人說 我是紅毯第二枚 但心中自己是 我 我當然就是紅毯第一枚啊 因為 大部分的 女明星也都穿的是漂亮 可是主要是以 展露身材為主 然後我覺得我 到了這個年紀 因為早期展露身材也展露夠多了 所以我現在追求的是要 就是讓大家就是 哇 的經驗到 對 這套衣服只有小 也是可以駕馭 然後穿起來很有創意 很有記憶點 那是我想要追求的 嗯 有一點可惜沒有拿到獎 大概什麼關心下 她有一直 因為我們都一直在那個典禮的過程 所以她都是 那個攻擊我的工作人 說現在怎麼樣 我妹怎麼樣什麼什麼 她很關心 然後我就沒得講 她應該也 我們兩個都已經入行那麼久了 她應該也覺得說 沒關係啦 反正就 明天又是一天啦 嗯 你本來有說 就是如果你拿獎話 你會上台感謝大S 你本來是要準備什麼感應給她 我本來上台如果 呃 第一個我就要感謝大S 嗯 因為是大S鼓勵我 我才要勇氣 在康熙結束了幾年之後 重新回到主持界 是 因為那個時候我很害怕 我不會主持了 或者是觀眾不喜歡我了 然後是大S一直鼓勵我 我才 踏出那一步 所以 我真的很感謝她 嗯 入圍其實就是肯定 有沒有想說 好那之後再多開幾個節目之類的 沒有要多開幾個節目 我就槓上小姐不惜地了 我就不幸得不到獎 哦呦 如果明年入圍了 但還是得不到獎 我覺得可能就是搭檔的問題 哦 你千萬不要這樣怪你自己 又來 不會啦我覺得 我覺得被觀眾喜歡這件事情 是 比得獎還要更難的事情 我也覺得 真的 其實一直來我當主持人 都是這樣講 都是這樣想 就是如果有觀眾 願意看我們節目 然後因為我們節目 然後感到開心啊 放鬆啊 或者是好入睡 那都是我們當主持人 最大的成就感 沒錯 可是你老公現在 有沒有給你什麼購物 我就說 我老公就說 Baby你有得嗎 我說沒得耶 但是 他就說 你還是最棒的 什麼什麼 想一些鼓勵我的話 你現在回家老公 肯定是太大了 他應該睡了吧 因為他最近還蠻養生的 那S姐剛快停選之後 說你在那個 停選的時候 第二輪就起步了 然後呢 就是沒有幾輪 總共有幾輪啊 總共三輪 哦 在第二輪 我覺得有點可惜 跟女王大人都是 其實沒得獎 就是沒得獎 我管他在第幾輪 止步 就是沒得嘛 我們就接受這個事實 It's OK 就是 沒得 但是節目還是會繼續做下去啊 未來還是有機會的啊 反正無論如何 我就是要看到 派翠克 得獎走上台 來講感應的那個畫面 哇 好感人喔 所以在我拿到之前 你都會一直在我身邊嗎 因為剛剛講的方向有點像這樣吧 因為是想要看到我上去 不是嗎 你是說一直在你身邊 就說every day every thursday maybe 我們禮拜十路易 不好意思 對啦 因為現在跟他主持 真的默契很好 然後也很開心 是 所以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得獎 我會加油 我真的會努力 那S姐有什麼話要對得獎的這個節目說 得獎的節目是 碰個順個 可莉姐 我真的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 料事於神 因為在要公佈的時候 我就跟派翠克在 派翠克耳邊說 一定是順哥他們會得獎 對 突然鼓勒劇這個 對 他就這樣 就是說你幹嘛 幹嘛 對 然後就是他們得獎 可是輸給那個順哥 碰狗 還有可莉姐 我覺得心服口服 因為他們畢竟都是長輩 而且碰狗真的很長輩 只用輩份再分就對了 不是 因為碰狗能夠主持的時間 不知道 哎呀 話不多 話不說滿 唉唷 就是說 這麼長輩的長輩 他們還可以做出這麼好的節目 說給他們我心服口服 是 是 他跟評審喊話一下嗎 評審 我覺得你們可不可以就是 往前跨一步 就是潮流一點 時尚一點 就是 這樣講會不會太囂張了 有一點點 那不然跟你講好了 我覺得就是 那個那個 因為現在是偏網路的世代 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的資訊是 非常多人都是 可以接收到的 對 也許我們可以把這個 心呢 再開得更大 可以很願意的 接收每一種事物 也許 我們就會 當那個 最亮眼的那個人 說不定